胡人原本有机会得到凯尔特人双碳花 杰伦布朗直言 自己会和同届的西莫斯和英格拉姆做比较 证明自己不是水货 凯尔特人无疑是NBA近十年来 几乎没有摆烂 而且每年都极富竞争力的代表球队了 并且凯尔特人最神奇的一点是 他们从当年的皮尔斯加利特为核心的球队 到以小托马斯建队 随后再交由塔通姆布朗双碳花学队 切换得十分丝滑 完全没有球队阵容变动的侦程期 而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凯尔特人管理层出色的运营了 就比如凯尔特人队的双碳花 完全有可能在胡人队碰面 2016年选过大会 守护榜眼的胡人队选择了英格拉姆 从而错过了绝顿布朗 2017年选过大会 胡人队选中了球哥 从而错过了塔通姆 现在不管出选几次 球哥加英格拉姆这个组合 还是塔通姆布朗这个组合 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后者 而近日布朗的基础采访中表示 自己进入联盟后 就一直和同届状元西蒙斯 网眼英格拉姆做比较 证明自己不是水货 只能够想到 当年三人起点最低的布朗 一步步弯道超车 成为三人中成就最高的球员